距今4500多年前,地球上曾经出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古埃及文明。 他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以非常迅速的姿态创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度。 大家对古埃及文明都十分熟悉。 但其实在同一个时间,在横跨大西洋的尤加敦半岛上也出现了另一个震惊世人的远古科技文明。 他们与古埃及一样依照星座对应的位置建了多座金字塔,而且还与古夫金字塔一样同在北纬30度。 在西元1300年,这座拥有一千五百多万人的城市有一天,竟然在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瘟疫的情况下。 忽然消失了,仅留有非常少数的人没有离开。 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因此这些留下来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先究竟去了哪里,而他们就是玛雅文明。 玛雅文明引起很多人关注是因为一则预言。 起初人们以为,这则预言是说世界末日将在2012年的12月21号到来。 然而事实却证明2012年的12月21号并不是世界末日,所以很多人都在认为玛雅预言失准了。 直到一位玛雅长老出来告诉大家,古老的预言没有失准,而是大家解读错误了。 他说直到现在,我们的世界局势依然跟着古老的玛雅预言在走。 那么究竟在玛雅的预言中,我们可能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西元2012年,就在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末日预言。 一位玛雅长老出面接受访问。 他告诉这名记者,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片拼图。 在这幅拼图拼完的那一刻,人类的末日很有可能会到来。 这则预言是一位玛雅祭司,利用精准的立法公式推算出来。 他算出2012、1221,这几个数字。 这位玛雅长老说,2012年将会是一个关键阶段的到来。 人们究竟还有没有未来? 则要取决于这个阶段人类的决定。 原来玛雅人相信人类的文明会经历五个阶段, 分别是第一世界至第五世界。 而这五个阶段刚好可以对应一天中的太阳变化。 第一世界是清晨。 此时太阳正从银河系最黑暗的位置往中心移动。 由于上个世界刚刚毁灭。 因此世间的一切百废待兴。 但只要人类愿意,总体局势将会往更好的地方发展。 第二世界是正五。 此时太阳系已经逐渐抵达银河系中心的位置。 由于第一个阶段是往好处发展。 因此这个阶段的文明会因为人类的团结而快速发展。 第三世界是下五。 此时太阳系已经逐渐远离银河中心。 但地球的文明依旧持续发展。 只是人类的社会会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 最终这些意见将会瓦解人类的团结。 第四世界是夜晚。 此时太阳系运行到了银河系的角落。 负面能量充斥着世界。 所以如果大家不能团结。 这个世界终将毁灭。 第五世界是凌晨。 此时太阳系逐渐远离银河系最黑暗的位置。 从第四世界幸存的人类正在努力重建文明。 而2012就是第五世界结束的日子。 所以根据玛雅长老的说法。 2012年12月21日绝对不是世界末日。 而只是玛雅预言第五世界结束的日子。 当第五世界结束以后。 人类的文明会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循环。 再次经历五个阶段。 但不要以为下一个周期就一定是好的。 因为根据玛雅长老的说法。 在2012年过后,世界会处在第五世界。 要进入第一世界的过渡阶段。 此阶段往后的十年才是真正的关键。 如果人类决定选择负面力量投靠暴力、贪婪、残忍, 以及拥抱权力、金钱而舍去维护自然。 那么这次的文明依旧会像上一次文明一样走向灭亡。 这边指的上个文明就是亚特兰提斯。 原来根据玛雅预言, 每个世纪的阶段会历时5125年之久。 所以如果将2012减去5125, 就会得到第四世界结束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正是西元前3113年。 而目前有很多的学者相信西元前3113年, 正是亚特兰提斯消失的时间。 因此玛雅人相信亚特兰提斯的消失。 就是证明玛雅预言是可信的最佳证据。 除了玛雅文明以外, 美洲大陆上还有一个远古文明。 他们也有一则关于未来的预言。 这个就是阿兹特克文明。 他们被人发现是在西元1521年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文明时。 阿兹特克文明建有一座举世文明的湖上城市。 特诺奇蒂特兰。 这座湖上城市是以人工天田湖的方式建造的。 面积约13平方公里。 全圣石器一共居住了20多万人。 连接城市的主街道可以一次让十匹马并排行走。 里面环境有无数的房子。 街道甚至环境有人工漂浮花园。 在这座城市的镇中央还建有一座30公尺高的祭坛。 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考古学家也只能确定,早在西元1325年时,它就已经屹立于这座湖泊之上。 根据目前出土的文献资料来看,他们之所以会将城市建在湖上。 是在重建祖先的家乡,原来根据阿兹特克的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是居住在一个名叫阿兹特兰的岛屿。 这是一座会散发白色光芒的岛屿。 岛上还有七个神圣的洞穴,散发出强大的能量,供应岛上七大部落的生存。 直到有天因为不明的原因,导致阿兹特兰岛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所以他们的祖先才会来到墨西哥。 根据阿兹特克的传说,地球已经经历了四次大型的毁灭。 根据古老的阿兹特克传说,一位创世之神奥梅蒂奥托的四名子女创造了世界。 第一太阳记在一场神与神的战争之中毁灭。 第二太阳记,因为人类开始质疑神的存在,神以一场飓风摧毁世界。 第三太阳记是与神降下火雨来结束。 第四太阳记是毁于一场大洪水。 现在人类所处的纪元是,第五太阳记,根据阿兹特克的传说。 第五太阳记最终会毁于一场大地震。 而近几年,世界各地频繁传出有大型地震。 甚至连休眠已久的火山也忽然爆发。 很多人都担心世界会不会真的如阿兹特克预言说的那样,最终毁于一场大地震。 最后我们看看与玛雅文明。 阿兹特克文明合称每周三大远古文明的印加文明怎样说? 根据世界上仅存的印加部落盖洛长老的说法。 自从上个世界的灭亡以后,世界上存在着很多黑暗的力量,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不可逆转的时间。 两条腿的我们将为大地带来毁灭。 这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人类误以为所谓的文化是科技带来的成就。 但印加人却认为真正的文化是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 在古老的印加传说中,尽管世界会经历一个很糟糕的过程,但最终人类不会灭亡。 他们认为有天北美洲会提供一个有形的力量,南美洲会提供心灵的力量。 而亚洲则是会出现一位女性,她将会领导世界来到下一个黄金千年。 所以根据阿兹克克预言,世界已经毁灭了四次,但也重生了四次。 而玛雅预言则是告诉我们,在2012年至2022年的期间,人类必须要学会选择。 如果选择对了,那么世界不但不会毁灭。 反而会来到一个更好的黄金时代。 而印加文明则是告诉我们这个选择,也许就是学会与自然和平共处,各国携手合作,使人类进入下一个繁荣时期。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还有点击小铃铛呀。 谢谢你们的支持。